今年的暑假转眼就要结束了 艾玛回到了她的学校 今年的她已经不是新生了 从新生宿舍搬出来的她 突然感觉到一股寒冷又阴森森的冷空气 从她的脖子上吹了过去 一定是因为秋天到了 看来要多穿一些衣服 不要感冒让爸爸担心才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感觉到了好像有什么东西盯着她似的 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又是这种感觉 好像被不好的东西盯上了 不过我都快习惯了 这种招规体质全是让人感到苦恼 可在深夜月光照在床头时 斑梦斑醒的园丁 听到了好像有人在宿舍里唱歌 就在她想起来听听 到底是谁在深耕半夜里唱歌时 眼前的恐怖场面 把她给吓得半死 只见马尔塔手中 拿着她最喜欢的一把枪 从她窗口却对准了她 马尔塔你在干什么 快把枪放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把枪给我 不行 你马上给马尔塔送去医院 就在园丁刚要到达车站的时候 那神秘的歌声又响了起来 昏迷中的马尔塔 好像被这歌声操控 真难地爬了起来 马尔塔你醒了 你有没有 我怎么动不了了 空军好像被控制了一般 向园丁的方向走去 那把枪不知道什么时候 重新回到了空军手中 可是她突然 好像想起了什么 但是歌声的主人 好像发现了 随着她愤怒的尖叫 空军的双眼被红色占据 但随着车灯的响起 空军冲向了正在行驶的电车 马尔塔